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親愛的投資人 大家好 現在是禮拜五的下午 我在這邊跟各位做一下 今天的整個盤勢的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 我們先重來 昨天的美股因為大跌 所以我想很多人已經慢慢的 漲一天跌一天 你昨天再去追的人 你今天一定會覺得說 又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昨天去追 今天就套 至於最近感覺上沒有大行情 沒有大行情 你在這邊如果 就像我講的 你要左鏘右鏘 你做起來你會特別難過 會特別難過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節目的重點 我最主要跟各位講 現在的美股忽上忽下 那忽上忽下 如果你節奏沒有抓到 你就很容易怎麼樣 被雙發 因為追高 然後今天又開低 那開低 你又怎麼樣 看到股票在殺 你會受不了 你又會想要怎麼樣 又要去殺低 或者要去做停損 所以面對忽上忽下的行情 很簡單 你就是怎麼樣 以靜自動 你可以第一個 騎關上快被修坦 你就不要動 怎麼說呢 來這個是今天大盤的盤中走勢 有沒有 目前這個時間大概12點多 你看一下 他一個開低之後 有沒有 過去呢 當衝風氣很盛的時候 大家都要做這個 手腳很好 就是說左鏘右鏘嘛 你輕功很好 一開低 很多人就去撿了 對不對 撿了 那一堆去買 立刻就拉上來 是不是 拉上來呢 賺幾塊錢 又要給他衝下去 所以 在前一陣子 遇到這一種 美股大跌 其實就會開低 然後很快就會拉上來 然後又殺下去 然後中間就是 我們發現這盤中非常刺激 整個行情就這樣上去 又怎樣 然後上去又這樣下來 但是請你發現 請你看 今天大盤的走勢是這樣子 一開低之後 就 很狹幅的這樣做震盪 也沒有立刻拉上來 為什麼 因為投資人已經有點怕了 他很怕現在去買他 會不會一買 就套 你如果就是要做當衝 你就這樣一個線型來看 做當衝的 大部分做當衝的 大概怎麼樣 已經慢慢都離場了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成交量最近就是很低 你看現在到12點多 成交量才1700 800億而已 那今天了不起頂多2000出頭 所以代表當衝的不見 當衝的不見 好那我們可以從幾個 面向來觀察 這樣的一個市場 到底能做不能做 我絕對 很肯定也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短線賺差價 現在感覺上 你如果不去買黑 買綠賣紅 你要做差價 買進來講的話 你要做差價 你很難賺得到錢 因為就是一隻 瞎幅做震盪 漲一天跌一天 甚至漲兩天就跌兩天 OK 所以你要等到漲你才去買 你一定又會被短套 這是這個節奏 所以我才會跟講說 這個行情你要嘛 你就是怎麼樣 手上持股 你抱好 要嘛怎麼樣 你說還有資金的人 你要買綠再去賣紅 OK 所以今天從這個大盤的行情 這個盤中這樣看 你就大概知道 很多人已經怎麼樣 已經 基本上 這樣說 我跟各位講過幾個原因 第一個 很多人退場了 乾脆不做了 很多人呢 有的人怎麼樣 套牢怎麼樣 那乾脆不看了 看了 怎麼看他也都是付的 因為可能套很高 漲一天跌一天 漲一天 對他的未實現虧損 好像也沒什麼幫助 但是如果你手上還有資金的 或者你手上套很多 但是你願意拿一點出來 拿個兩三層出來 跟著這個買綠 賣紅的這個節奏來操作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可以在 這樣的一個行情當中 做一些差價 可是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很不鼓勵 所以各位 左鏘右鏘 我比較看重的是一個中長線的趨勢 但是今天 現在很多的一個族群 包括電子股 基本上都已經跌到一個相對 我認為是一個甜蜜區的價位了 你要看短線 當然你會覺得說他還很震盪 甚至可能隨時都會破底 可是基本上你從中長線來看 我認為今年第一季上半年的低點 就在這邊 為什麼你看今天的大盤 今天的指數這樣在跌對不對 但是你去看 我們的這個 今天現在開地之後 感覺上這個跌幅有在做收斂 然後呢 離這一波4月27的低點 基本上那天的低點最低是在16219 還有沒有差距 其實還有段差距 因為現在16 對不對 409 今天的最低呢 是16312 所以今天的低點跟 4月27的低點呢 基本上大概就差100點 可是現在很明顯 還是收一個上影線下來 留一個下影線 對不對 留一個下影線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來看的話 量基本上雖然沒有比之前的這個1700 1800還要來的低 可是現在的吸收 氣氛已經有點濃 相對濃重了 比較重了 要怎麼講呢 我剛好跟各位講過 其實 如果你早上都會去看財經連線的時候 你去看 你發現其實昨天大漲的時候 很多分析師在盤中連線 講話還非常坑僵有力 對不對 但是你發現今天盤中連線的時候 你去看 不管你去看五七台 或者八台 我跟你講很多分析師講話 都已經 沒什麼力氣了 你知道嗎 就是 講出來的聲音都已經 感覺上都有點死氣沉沉了 換句話說 現在這個行情 本來是散戶已經沒有什麼信心了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連分析師在 節目上講話那個節奏 以前 哇你看 現在這個 講得非常坑僵有力 這一隻怎樣怎樣 然後大漲啊 然後那一隻怎樣 你看你看 然後 但是你發現今天 都沒聲音 都很小聲 那個氣勢都不見了 好 如果現在連 在盤中連線那些 分析師 講話的氣勢都沒了 那你覺得 這一時候這個點是怎麼樣 是一個另外一波大跌的起跌點 還是這一波已經 很多個股都已經修正一半了 很多都已經大概跌40% 50%咧 都甚至50%以上了 那 這個時候你覺得是一個 相對低點 還是 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起跌點呢 所以我常我認為喔 常常行情都是在多數人悲觀 絕望中慢慢展開來 你不要看現在美股還在大跌喔 其實現在漲一天跌一天 其實我認為正好怎麼樣 正好就是把那一些 不會操作 然後呢 撐不住氣 然後追漲殺跌的 這一種短線 不安定的籌碼 把它洗得更乾淨而已 就會洗得更乾淨 所以 但是我認為一個長線投資人在這裡 你基本上你是不會再隨便去做沙滴的啦 你應該會在這邊 開始往下尋找買點 OK 好 所以我認為這個盤式呢 你手上有股票的人 我還是回過頭喔 遇到大盤大跌的時候 你要好好來檢視你手上的持股 你的投資組合 你的投資組合在這時候 是要如何來做轉換 好 那我今天的這個 呃 這個標呢 我下了一個喔 就是 稍微來看一下喔 呃 我說 美股忽上忽下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 古海波濤翻騰喔 那我終於提到說 致意中壘神准奇蹟網通股再殺殺 為什麼要特別把網通股拿出來講喔 因為我相信這一波應該很多人喔 手上喔 你都有這個網通股 為什麼 因為 它基本上在這個整個四月 電子股族群 往下跌的過程當中呢 它相對是比較逆勢抗漲喔 逆勢 逆勢抗跌的喔 它反而是逆勢上漲 逆勢抗跌的 那 呃 但是這兩天的網通喔 突然怎麼樣 突然 這個 開始逆勢 開始 殺得很重喔 怎麼說咧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這邊舉了幾檔 在 五月 四月相對比較強的 比如說以四億來講 你看它從 三月的這一個 三月九號的低點 一路喔 一路到 四月底 幾乎都漲了快兩個月對不對 一個多頭 但是你發現 在一月的前高沒過 接著怎麼樣 就下來了喔 那 整個 投信它其實在四月底的時候 是大買超 有沒有 在四月底的時候大買超 然後到了五月 過了五月之後 感覺這樣開始怎麼樣 做完帳了 然後開始做結帳的動作 是 昨天投信一口氣 就殺出了一千多張啦 喔 我們可以講說 基本上拉上去誰在拉 喔 如果你要用這一千張 你要從最後四月底那幾天 你看 投信在四月底這幾天 他高檔還是千張千張的買 可是股價在這邊 他卻一口氣 開始在殺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用投信來看的話 他基本上在這邊買上來 他都套牢的喔 他在尾巴這一波買 他都套牢了 他現在殺 基本上他是認賠在殺 所以你要跟投信操作 基本上還是要小心啊 那你現在看到投信在殺 你真的要再跟他殺嗎 那你沒有覺得你根本就是被投信擺了一道嗎 好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中壘也是喔 中壘也是喔 你看一樣四月二一到二九這段時間 投信大滿 可是昨天投信一口氣就賣了兩千八百多張 今天的網通還會持續弱 中壘之一還會持續弱 包括另外一檔奇蹟也是 他還會持續弱的原因 我認為就是因為 投資人昨天看到投信在殺 今天怎麼樣 繼續跟著殺 那 你這樣子的操作 你會不會就怎麼樣 第一個你跟投信做 你是買在高點 然後呢 你跟著他殺 你殺在低點 投信的錢不是自己的錢 所以操盤人他可以隨便去砍他 但是如果說 基本上如果投信他本身是看好 當初他如果是看好這個族群 今年會不錯 那這個時候他如果因為在調整持股 他想要去買機器低的 都已經從這個地方 一下就十幾% 二十%殺不見的時候 你不應該在這邊還去跟著去殺 你反而你要去看 在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來到相對的一個支撑區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制宜來講 現在殺到跌停了對不對 來 他現在都已經來到哪裡 來到年限 這一波他的起張點 也就是在年限這邊 就算你要殺 你也不是殺在今天 你應該等他有反彈上來 你再來做減碼 你就不會虧那麼多 除非你就是買在這個地方 那我相信應該很少人他會買在 因為這個地方他是殺下去 我認為很少人他在買在這個地方 就算你買在這個地方 可能漲上來幾塊錢就賣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 你要反過來思考 這裡是不是甜蜜區 而不是看到投信殺 你就閉著眼睛亂跟風 我一直跟你講 你要跟風的人 基本上你就是麻雀 你做不了大老鷹 你做不了大老鷹 所以我認為網通以這個產業面來說 其實你去看喔 第一季的網通很多都繳出不錯的一個成績單 那我有跟各位講過說 今年其實上半年網通都會不錯 因為之前是因為缺主晶片 所以沒辦法出貨 那現在因為晶圓代工的產能 他已經陸陸續續 產能都出來了 那也沒那麼吃緊了 所以網通的產品的主晶片陸陸續續 廠商設備商都拿到貨了 拿到貨他就可以怎麼樣 設備整個都可以伴隨著出貨 那出貨一營收就會上來 所以第一季基本上營收也都不錯 那我認為他的營收不會只有在第一季好 他其實第二季也都還會再上來 所以我認為這時候如果你基本上 手上有網通的人 基本上他這一波拉回修正很快 比如說你以這個智翼來講 高點在135耶 他現在殺到這邊都已經109 都已經跌掉26塊了 對不對26塊135來講已經跌了多少 20%咧 短線以下就到20%了 你還要在這邊隨便去砍他嗎 所以我認為追漲 你追漲殺碟就是怎麼樣 一般投資人的慣性 我也在我的節目中一直跟各位講 我說你追漲殺碟 你不去看產業面 你就像做股票就像蝦子摸象一樣 蝦子摸象一樣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 這是我們的這個會員 這個分享給我們的 他說馬斯克前一陣子給投資人的建議 他說投資者買入股票的時候 應該要投資自己相信的公司 你不相信公司你就不要買 如果你相信這個分析師 對不對你當初參加他 你是覺得他常常有漲停板 所以你去跟著他買股票嗎 你參加之後你發現 怎麼都沒有漲停板呢 那你要想說基本上 你參加分析師 他是著重產業選股 還是他是著重在短線的強勢股 那如果你是有短線強勢股 你喜歡去追高 那不看基本面 不看產業面 那當然殺下來你會比比刀 你會比比刀 你會怕說 接下來要怎麼辦 因為你 你是去買短線題材 那你不在意產業 未來幾年 他到底往上往下 那當然你就會去追高殺低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買的股票 你知道 你的分析師帶你買的股票 是能爆不能爆 像我講的嘛 我的股票是能爆不能爆 沒有漲停的問題 那照理說 遇到國際利空殺下來被套 那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加碼買進 如果資金你有控管好的話 而不是在那邊還去殺低啊 對不對 我就說你要反過頭來看一下 你這時候 巴菲特他會把他手上的Sys candy 會把他手上的可口可樂 或把他手上的蘋果一試賣光光嗎 就算他套線 他也是可能就是調節一點嘛 如果要出清基本上是怎麼樣 已經 這家公司已經不好了 就像馬斯克講的嘛 你要投資自己相信的公司嘛 要你相信他的服務和產品 才好的投資 另外不要被市場恐慌影響 而賣出股票 只有在你認為商品跟服務變差的時候 你再賣股票 遵從紀律投資長久下來 你才會帶來好成績嘛 這強調也是 長久下來嘛 因為沒有人保證 什麼時候會發生新冠肺炎 這時候 歐買空在我們台灣又怎樣 傳染力爆發 台灣還被美國 成列入怎麼樣 這個旅遊警告區域 對不對 那你再回過頭來看啊 當初你為什麼要買特斯拉 當初你為什麼要買你手上的股票 我記得在三年前 特斯拉那時候500多塊還沒分割錢 500多塊 可是因為被分析師看空 特斯拉從500多殺到200多 殺到200多 那段時間你如果不殺的人 你是相信馬斯克 你相信特斯拉電動車未來三五年十年的發展 你報勞報好的人基本上 當年2018年500多塊跌到這個200多塊 也是要攢一半啊 可是後來他卻從200多塊 在分割前漲到快2000耶 有沒有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嘛 就像馬斯克講的嘛 你買到 你當初你買入股票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投資自己 你相信的公司 你不相信公司 你就不要亂買 產業沒有前景的你也不要亂買 對不對 那你既然投資你相信公司 你就是相信他怎麼樣 他的服務 他的品質好 你才投資他嘛 你不會因為他的服務 他的品質不好 而去投資他嘛 對不對 如果你因為相信他的服務好 他的產品好 你去投資他 那你就不要被市場的恐慌情緒影響 因為市場的恐慌情緒影響是一時的 可是企業的經營未來三五年 那是一個長久的 你要賣他 就是因為怎麼樣 你發覺他的服務不好了 他的產品不好了 他的商品不好了 你才會賣出股票 那所以你要利用這個時間 好好去想想 你有沒有去砍出你手上這些股票 他是真的商品變差的 他是真的服務變不好的 還是受到短期整個市場情緒的影響 那我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喔 你再去看盤中整個行情 我說你再去看 觀察一下盤中的連線 你看第一個 主持人講話也很悲觀 然後呢 分析師講話也很保守 本來分析師有很多分析師講話都很大聲的 現在說話好像娘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咧 你覺得這樣的分析師 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就講說 那你就覺得整個市場氛圍 現在大家的東西不看好了 那你不覺得底部就快到了嗎 好 所以我還是回過頭 你要了解你手上買的公司 什麼樣的公司 然後怎麼樣 好好 真的如果他的產品變差了 他的服務變差了 你再來怎麼樣 你再來做換股 或者怎麼樣 跟著我們怎麼樣 華麗轉身 來做怎麼樣 下一波行情好的時候 他會率先衝出來的個股 OK 那講完了這一個 整個操作心法 我們還是來回過頭來跟你看一下 你看今天的行情 今天所有的股票裡面漲幅最 就是跌幅最差的是 那一百貨 再來是鋼鐵 再來是玻璃 有沒有 那鋼鐵呢 有分兩種 一種是傳產的 一種是跟這個風電族群相關的 你看跟風電相關的 相對就比較抗疊 對不對 可是比較傳產的 你記不記得在烏二戰爭 的利空的時候 當下 鋼鐵不是很強嗎 有沒有 整個鋼鐵在二月三月 電子股再往下殺的時候 他不是逆勢上漲嗎 可是你看 就從四月中 鋼鐵一路下來 也一下就回到二月的低點了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說 股票你要盡量不要去買右上角 你要跟我怎麼樣 三頭斜照 是不是 那你們的節奏總是喜歡去買當今的強勢股 或者電視上盤中連線 的分析師跟你講的這些強勢股 那這些強勢股永遠都會怎麼樣 可能都在右上角 你買了幾次右上角之後 你就會怎麼樣 你被套了你就會發現說 老師要去看 檯面上最熱的股票 你永遠都會怎麼樣 可能就會賺著買菜錢 然後最後賺著買菜錢 然後套了你的血汗錢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那記不記得我們曾經跟你講過 航運 今天的航運相對是比較強 有沒有 開低之後盡量的拉到上面來 好同樣的 這一波其實航運相對是抗跌 對不對 好那我要再告訴你 同樣的 現在五月初很多人 投資人在期待 航運的四月營收 會不會一樣在高點或者創高 所以現在資金又往怎麼樣 這個地方來靠攏 那請你看一下航運這段時間 航運這段時間都是怎麼樣 外資是還是比較屬於短線的 那我們看到四月二九 外資有十萬張的大買 那到現在也沒有 也沒有賣出 那代表呢 他們也在同樣壓寶怎麼樣 壓寶四月的營收 但是我要提醒你 現在的外資跟投信短線的資金 也都集中到航運來 那你要留意 有可能他會在營收公佈完之後 也會一樣利多出鏡 所以他還是有可能現在在小小的右上角 對不對 在小小的右上角 最後營收公佈完利多出鏡 再給你一次灌下來 所以現在抗漲的你都要小心 你都覺得他這時候感覺抗漲 但他隨時都有可能怎麼樣 投信只要一換股一賣出 成也法人敗也法人 所以這是我對航運的看法 所以你手上有航運的 你還是留意一下 雖然他賺時間相對的 這兩天相對的抗跌 但是他也有可能在四月營收公佈完之後 接著就開始補跌 那除了這之外 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要帶你看一個東西 就是今天的這兩天投信的買賣超 你可以發現其實法人 我們如果用這兩天 不要用本週 因為本週其實就不太準 如果要看本週基本上 比如說投信賣超滑邦店 可是你可以看到滑邦店這幾天 開始在漲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昨天才跟各位講 整個Drain 基本上第二季有可能迎來漲價的潮 那你再來看一下 以投信的買賣超金額來看 你看昨天投信買超 至原創意台聖科 那台聖科基本上今天是拉回 可是今天大盤要回撤前低 其實台聖科今天的跌幅相對是來的比較小 表示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投信 之前投信一路大殺 可是投信在昨天卻是怎麼樣 開始反賣回買了對不對 我不是告訴你嗎 我們有會員自己跑去 台聖科買在高點的 但是這一波對不對 他來路會 我就告訴他不要亂去砍 我說時間到有彈上來相對一個點位 我會再帶你出 是不是 如果你今天盤中低一點211跟著去殺 你看現在215你也是臉綠了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 是我這兩個月 我有持續跟各位追蹤 也是我們當初巴菲特班有買進的這個強茂 來 強茂這一波從110一路砍到70 其實跌幅是很重的 那我有沒有告訴你 當時我告訴你誰在殺 有沒有 這段時間跌下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你誰在殺 我說 安聯投信 基本上手上吃過很多 一路一路一路殺下來對不對 殺到這邊 基本上他已經殺差不多了 我也跟你講你不要再去殺他了 他隨時就會反彈 好 昨天來到月線這邊 沒過 因為月線還是下壓 今天回測5日均10日均 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你回頭來看 投信回頭了 那這一家投信到底是誰 我們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5月 他5月來買了 你要追蹤投信持股 你要等到6月才知道 可是等到6月 你再回過頭來看投信買 那搞不好 他不曉得又漲到哪邊去了 可是外資在這邊還是同步做占賣超 所以土洋還是對坐 到底入死誰守 我覺得還是要等整個行情穩定下來 那雖然投信這邊開始有買超了 說不定有其他投信還沒調節光 他會持續做到貨 但是相對看起來 今天大盤跌了兩三百點 看起來二集體這一塊相對的 我們講二集體這一塊 我還是給你持續看好 什麼 看好在今年呢 我說今年我還是持續看好在公控 在車電 那公控車電這一塊表現相對都是 還是比較穩健的 所以股價之前如果你在高點沒跑 基本上都已經跌到這邊了 我認為你也沒有什麼好跑的 你反而這個時候 你要思考 如果大盤有一天止跌 這一些我今年持續看好的伺服器 公控車電 他有沒有機會反而在這個時候 很快的會領先大盤 或者其他比較弱勢的族群 來做噴出的動作 記得我常講嘛 三頭斜照卻相應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要開始來 跟著我三頭斜照 那三頭斜照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是值得你在這個時候加碼擁有的 即使你是套在高點 那相對你在這個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表示我有資金 但是我怕我再買他持續破底 那什麼樣的族群他這邊 基本上已經是三頭斜照 你可以來跟著我卻相應 他不再會破底的 現在相對低點在底部的一個族群或個股 那你想跟我們操作這類型個股的呢 我歡迎你來這個共聯絡 我們的LiAT請你加進來 在我們的這個下面的bar都有 小老鼠HIH888 那另外呢 在這個電話你也直接打來 025429977 好吧節目最後我們就到這邊 如果對持股操作有任何問題的 歡迎你撥打電話給我 或者在我們LiAT留言 小老鼠HIH888 讓我古海大丈夫陳建成 帶你富貴穩中求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淘金的行列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